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基金会 及华藏世界教育基金会 于民国101年5月12日 在屏东县潮州镇 举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动土典礼继母亲节孝亲感恩圆游会 动土典礼的当天是否母亲节前夕 在这个感谢亲恩别具异议的日子 创办人陈彩琼总裁也有感而发地 谈到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设立的宗旨 成立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的宗旨 是有感于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达 那么帮助了物质文明 那么经济繁荣的同时 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古艳怡有说人不造伦理 天不造甲子 人没造伦理天就没造价值 所以啊社会乱象 世界动乱天灾人祸频传 那么呢1970年 英国的汤文比博士他说挽救21世纪的社会问题 唯有孔孟学说以及大臣佛华 这个题话呢就是说道德伦理英国交易可以挽救21世纪的社会问题 所以呢我们的上进下空老和尚才提出了成立一个 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交易中心的示范点 那么呢以教学的方式建国基民教学维宣嘛 人不学不知道 这个道呢 这个道不是普通的道 这个道是宇宙的原点 那么这个道是五轮之道 也就是说互子有亲的这个亲爱的这个爱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五轮之道 从这个原点开始的 那么呢把如是道三个根 播种在屏东潮州镇这个示范点 所以说屏东潮州镇 大家是不是有很大的福报呢 是不是呢 那么这个是我们台湾的通报 长久以来 希望以中华传统文化 来建构和谐社会 理议加帮的上进下空老和尚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的起见 也有着深深的期许 今天是屏东潮州市饭集体动物点 即母亲节孝情感恩 缘与会 陈总要我讲几句话 事犯基地动土 这是一桩大死 这些年来 我们看到社会 动到不安 灾难频繁 追究其原因 是人心所感 换句话说 人心坏了 中国传统的教育 端真人心 所以这个事犯基地 就是传统文化教育事犯基地 这个意义很大 今天要想恢复安定和平 必须把老祖宗的教育 找回来 我们这个圣灵 在全世界宣扬 欢迎的人很多 有人问过 这些东西能有效果吗 真有效吗 我们自己都不敢讲 一定要做出事业 过去 05年 年终 我们来做事业 06 07 08 3 0 在汤匙 用地质柜 擀音频 来教训 真有效果 不到四个月 这个小镇 民风 完全转变 让我们对传统文化 升起 很大的信心 所以我就劝导 陈总 也劝导过 吴部长 应该把这桩事情 作为我们终身 第一桩大事来办 做成功了 大家相信 一个地方做成功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 要想寻求 社会安定和平 这些至死人人 一定到这个地方来参观 来学习 所以 第一个地方成就 他会推广到全世界 每一个地方都认真地做 社会有救 和平 可以再出现 我祝福 这个示范 会做得很成功 会做出 真正世界上 第一个 中华传统文化的小区 提供给联合国家 给全世界来学习 祝福 这个示范 能够做成功 做圆满 谢谢大家 正如上晋下空老和尚所言 要把屏东朝州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当作我们这一生 第一桩大事来做 这样辉宏的怨心 副总统吴敦毅也深表认同 特地在百忙之中 抽空前往 共同参与这历史性的一刻 并且在致辞时 提起过往 与陈蔡崇总裁的一段 巧妙姻缘 20年前 与高雄市长任内 出访美国 过境达拉斯机场 曾接受当时担任 达拉斯时报记者的 陈总裁专访 20年前 达拉斯机场 那一位清秀的口齿很清新 同时问话很有逻辑 既有现代妇女的摩登跟知识 又有传统妇女的美德 这样一位就刚才站在大家的面前 说了一段 令我们非常感动的 我看到陈总裁 从一个在海外 不但热心 而且事业有成的 一个现代的中华妇女 毅然的决定回到台湾 然后我们看到她 以失礼来奉 近空大法师 同时透过华藏电视台 还有世界电视台 我自己因为硬邀 去接受专访有几回 所以更加体会到 这两个电视台 是真正的弘扬中华文化 传播儒教佛教跟道教的 最精华最亲近民众的 这些思想跟想法 然后办一个教育中心 就是要把中华传统文化 然后加上教育 在这个基地里头 把儒道士 通通可以融会贯通的 一个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中心 我预祝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动工顺利将来施工完美 完成之后成为非常重要的 绽放光芒的重要的基地 而总统马一九先生 虽然因为公务繁忙 不客出席 但基于对陈总裁筹建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理念的 强烈支持 因此特别为请总统府秘书长 曾永泉到场致意 首先代表马一九总统 祝贺 我们示范中心 动图典礼 兴建顺利 早日完工 刚刚听了 净空老和尚的开始 受益非常的多 道德伦理 因果轮回 而老和尚在三年半前 我非常荣幸 也有机会到华藏电视台 跟世界电视台 跟他一起谈一谈 我们台湾的民间 台湾的社会 所以刚刚听到了一句话 他的开示更让我感觉 陈总裁的伟大 刚刚我也跟陈总裁提了一句 他说华藏电视台 世界电视台 这两个电视台默默的 让净空老和尚的一个理想 他的开始 能够传播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我觉得这就是平凡中的伟大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选定屏东潮州 这块形式观音像的福地 作为起点 曹启鸿县长也提到了 背后的一段奇妙因缘 并东被政府做出出出了 县政府很荣幸被盖屏中限 我们同董店 很高兴 我没有太欢迎 不得父亲 所以董店跟我们都说 很劳力 要为作出一件事 所以希望把这个地方 庇作出去 全世界的选择 跟我們把傳統文化實實實在 落實在我們的主題 就是我們生活的祝福 長年追隨上進下空老和尚理念的 前教育部長吳清基教授 不僅以發揚品德教育為終身職志 更在當天專程南下 歷臨典禮現場 今天陽光普照 風和日麗 這也象徵未來 我們教育文化中心的業務推動會很順利 也因為在潮州這個民風非常淳樸的好地方 這個北地 這個福地 將來會從潮州出發 帶動全國整個社會風氣的改變 讓我們的國家能夠一風一暑 讓我們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美滿 剛剛我們聽到總裁一番的苦心 看到我們老和尚跟大家的開示 以及我們秘書長 我們曹縣長一番的決心 我相信選擇在潮州一定是有他的英眼 而且一定會成為全國的一個示範 動土典禮的良辰即時到 現場衛兵人人手持清香 有請諸佛菩薩十方土地做主 進行開工助導 儀式先由吳敦義副總統擔任主典並行出縣禮 陳彩琼總裁行雅縣禮 曹啟宏縣長行三縣禮 祈求動土典禮之後 施工進展順利平安 恭請動土典禮 第一禪 開工順利 吉祥如一 第二禪 動土平安 工程圓滿 第三禪 既業勇目 速得利人 除了隆重順大的民主典禮之外 當天還舉辦了表揚佛幻母親的儀式 以及奉茶展孝心 洗腳報親恩的活動 感謝全天下所有默默辛苦付出的媽媽們 為了響應興建中華傳統文化教育中心的理念 來自屏東當地的文化團體 優秀的表演人才也紛紛共襄盛舉 包括聲勢驚人的海星太鼓團 輕快活潑的四齡國小舞姿舞蹈班 和大自然健康操 代偉著神乎奇蹟的川劇變臉秀 弦歌樂及精彩的小提琴演奏 南榮國中得獎無數的國樂團 以及翩翩飛舞的民俗舞蹈 最後壓軸演出的潮州國中與華姿舞蹈團 為整個活動畫下完美句點 讓我們共同期待屏東潮州 中華傳統文化教育中心的起見 不只是發揚如是道精神的起點 更可以讓台灣成為全世界爭相仿效的典範 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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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